《陽城晚報》 2015年7月21日報章 A.20 陽城創意邦為了回家吃飯 《讓我們來看展》 《老夫子柔七》作者 《王澤猴子魯月》作者 《萬賴明妙筆生花》作者 《楓紫海小異黑》作者 《何友直幽靈公主》作者 《江其進安吉谷力動畫工作室》《鐵碧雅同木》作者 首寵自從《丁丁藍蓮花》作者 《哀爾熱篇》複合記者手記最近大勝歸來火鳥 一部並不完美的國產動漫片 竟然在評判標準一向比較苛刻的豆瓣電影中 拿到高達8.7分 滿分10分 的評分 你要知道 前陣子火豐鳥的大白超能陸戰隊 也不過是8.6分 其嬌人的業績 不僅是今年的國產動畫之序 也是所有話語片之序 或者遠了 很多自來水 不容淺請 不請自來的水君志願者 表白心跡 大勝並不是有多精美 難得的是它是渣門自己的國產動漫 百分之百的 in China 一位影有說得卓心卓肺 我們小時候在家吃飯 至少這近十年 我們在家吃的是別人家的飯 因為自己家做出來的都是便便 我終於又吃到自己家做的飯了 中國情結 是留在骨子裡的 即使是秘密當勞肯得肌養大 即使從小玩著套特慢 我們依然對中國動漫充滿情意結 那麼 我告訴你 在廣州 馬上將有一柱充滿交飯鄉的動漫展地 不 除了交飯 它還會告訴你動漫中國賽事如何影響了世界味蕾 這就是世界動漫的中國學派中外動漫藝術大展 世界動漫的中國學派中外動漫藝術大展即將開展 幫你審視中國動漫和世界的關係 文揚成晚部記者掌徵通訊員 陳曉勤李佳貞圖受訪者提供在上世紀六十八零年代 中國動漫不僅在國際社會得到個廣泛關注 還真經憑借著水墨、展紙、人偶等動畫形式獲得中國學派者一稱號 今時今日 儘管閃有中國學派者一說 但在中國動漫漸見起色的時刻 回顧中國學派以往成就以及橫向觀察各國動漫作品 對國內動漫行業而言無疑視至關重要的 重提中國學派 是中國動漫人夢回王今年代的小小任性 也是對今後中國動漫發展的展望和野心 7月21日至9月4日 世界動漫的中國學派中外動漫藝術大展在廣東美術館免費開放 他也是目前全國唯一針對這一課題舉辦的展覽 把中國動漫的歷史放置於世界動漫版塊上 對中國動漫的文化價值和歷史地位進行一次審視 一展什麼,此次參展作品形式多樣,內容豐富 包括連環畫、漫畫手稿、動畫美術原稿、視頻等等 數量超過六百多幅 比較著名的展品有 著名畫家風子海角時期代表作品10月幅 萬畜名創作於五十年代的猴子佬月蓮環畫 何有籍經典名作《小二黑結婚》 廖冰卿的十二生肖 港台藝術家更視齊齊亮相 蔡志忠、旺澤、傲右翔、朱德蓉、黃玉郎、馬榮成等人的成名之作得到修錄 另外,風美華人世界的老夫子除了漫畫原稿之外 《還會展出生動可愛的手扮公仔》國外作品則可見蝶蝶藍蓮花、藍晶靈等 更有蝙蝠俠、蜘蛛俠俠、兩位超級英雄亮相 二枕摩展 此處展覽形式多樣立體 動畫方面,有許多知名作品的美術原稿及分鏡手稿呈現 如水墨動畫山水情的動畫視頻及三十一幅水墨手稿 或者暴風格鮮明的動畫最近在網絡上廣泛流傳, 觀衝以借此機會欣賞原版和珍貴的首稿 《動畫那渣那海》、《三個和尚》、《草原英雄小姐妹》、 《黑貓景長》等都是大陸朋友的美好童年回憶, 其美術原稿均有呈現,廣為人知的不有經典《海賊王》、 《多拉A夢》、《鐵比亞同目》、冠南高手的塞魯露片、膠片 一定會吸引不少動漫迷, 而其中最引人觸目的是首次在中國大陸亮相的日本動畫中 是吸引密江其進親筆手繪作品,包括《天空之城》、《龍貓》、 《動物寶島》等漫畫和動畫分鏡員稿數十幅,也將色素登場 本次展覽橫專門開闢動畫片集中播放區 幾個展廳按時間段輪流放映上百部優秀動畫片 講座也不用錯過、旺澤、常光熙、張惠君、麒文傑、 溫兆倫等多位重量級動漫藝術家和藏家張妍新展覽現場 通過廣座、交流等方式傳遞他們眼中中國學派的精彩 講座共有五場,包含了淺說三無流浪記的類文學描寫和風紫海漫畫 畫欣賞與收藏等各類型精彩主題 三環有水,值得關注的是 中國動漫新秀作者也會展出他們的作品 他們的名字也許早已為人熟知 包括夏達、涅俊、本杰明、TWANGLE、四河時展 展覽開幕式將於7月24日週五十點三十分舉行 展廳位於廣東美術館二層五、六、七、八、九號展廳 展期為2015年7月21日至9月4日 蔣曾、陳曉勤、李佳正 以廣東美術館遊作者、武器人 ああ、解了 怪力之後 感谢观看